好啊 是,可以了嗎? 先開燈 可以嗎? 角度有限 角度有限,真是,不好意思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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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今天香港眾志是在這個政府總部發起行動 就是去到這個政府總部大堂 有一個正座留守行動 是抗議政府推出這個引渡修例 是去危害在港人士的人身安全 我們也是對於未來在修例之後 有機會是將在港人士引渡到大陸受審 是覺得相當之嚴重的 那在今次的行動裏面 我們是有四位的男性示威者 和五位的女性示威者被捕 九位人士都是被這個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接手案件 而九人都是被以這個強行進入罪所拘捕的 目前九人現在都在安排保釋 而保釋呢 預計都會在未來的日子 是會要回警署再下口供的 但實際的日期呢 就未清楚 但我想預計在今晚晚飯前 都可以安排到九位的被捕人士 來到灣仔警察總部外面 是跟大家延伸說法的 就著今天的行動 我們是有警點回應的 第一就是其實香港眾志 今次的行動是一個和平的行動 我們是堅持一個非暴力的原則 我們想做到的 只是希望去到政府總部的大堂 是要求政府官員接收我們的請願信 那為什麼政府總部的大堂 不是官員的辦公室 也都不是什麼禁閉的地方 平時到門都是開著的 那為什麼一些示威人士 入到政府總部的大堂 只是想遞交請願信給政府官員 都要受到多重的阻撓呢 我們今次的行動 沒有帶任何的直翻 或者是沒有帶任何的橫額 只是帶了一封請願信 和一些示威牌進去 都受到這種阻撓呢 我們感到極之遺憾的 在過去一個星期裏面 無論是追擊李家超 追擊鄭若驊 還是去到政府總部的大堂 希望要求政府官員 而不是所謂的 就是前線保安接訊 都遇到多番的阻撓呢 可以見到政府是沒有誠意 去聆聽一些的反對意見 第二點 香港眾志是強烈譴責 譴責是有男性的保安呢 是在示威期間呢 是直接騎上去這個 女性示威者的背部上面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呢 是極之冒犯 也是具有侵犯性 也是一個很粗暴的行為 就算是警察 抬人走的時候 都會找女警 去抬女示威者走 為什麼政府總部 行政處的保安 是會找一個男性的示威者 為了阻止一個示威行動 而是直接騎上去一個女性的示威者 我們認為這個行為呢 是極之不妥當 所以對於政府總部的保安濫權 是冒犯女性示威者 我們是予以強烈譴責的 第三 目前為止呢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呢 都是未回應呢 會否公開 這四千五百份的公眾意見書 其實現在無論是專業界別 商界民主派 還是普羅大眾市民 都是對於逃犯條例呢 是有很大的保留 質疑 甚至是直接反對的 那麼現在政府 如果連意見書 或者任何的意見 都是不願意公開的時候 其實這種閉門造居 暗渡陳倉的做法 就明顯反映了 他們根本就無意 是要撤回這個條例的 那麼香港眾志呢 在未來日子呢 我們是會發起不同的行動呢 是要求政府 是撤回這個引渡條文 那麼所以我再重申一次 今次的請願行動 我們帶同我們的請願信 入到政府總部的大堂 只是希望官員 接收我們的信件 因為過去的一個禮拜裡面 無論是鄭若驊 還是李家超 其實我們問他 有沒有任何的保證 可以確保到修例之後 在港人士被引導到中國大陸 他們可以獲得公平審訊 無論是李家超還是鄭若驊 都沒有回覆 我們很希望政府官員 是聆聽不同的聲音 而不是只是一言堂 那你呢 不好意思 你們認證總 其實是有沒有想過 進入到他們 將公信交給誰 其實我們在整個示威行動呢 我們很希望是 帶同我們的請願信 是可以跟政府總部的官員 無論是特首辦公室 或是律政司 或是保安局 很希望呢 是有一位的政府官員 是可以去接收我們的請願信 跟我們有一個直接對話的 那麼我們 對於政府總部的保安 是去驅趕示威者 是連第一封的請願信 都是有多番的阻撓 甚至是我們見到有男性的保安 是騎上女性的示威者 這種這麼冒犯的行徑 我們是予以強烈譴責的 有關整個行動的過程 我們在稍後傍晚 希望晚飯時間 晚飯前 就是安排九位的示威人士 是跟大家言聲說法 是無論交代 保安驅趕的過程 或是男保安對於女性示威者 一些不恰當的行徑 我們都會逐一交代 但是我們必須香港總之強調 其實在過去一個禮拜裏 我們先後 都是有向鄭若驊 律政司司長 以及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是有一個請願 其實我們問來問去 都只是問兩個問題 第一 其實修例之後 可不可以確保香港人 在中國大陸 獲得公平審訊 如果確保不到的話 他憑什麼 認為修例之後 香港人 他們的基本審訊權利 可以獲得尊重 之前有沒有若過 正面感動 或者正私有 我們過去一兩個月裏面 我們是多番發起一人一信行動 我們都有遞交我們的聲明聯署 亦都有要求召開公平會 總統不同的訴求 而其實 在上個 今個星期上次的示威行動 其實我們是有跟 保安局局長 以及是他隨行的官員 反映過我們要求一個直接對話的機會 很可惜 在早前來到區議會的示威 當我們向李家超 以及是李家超的隨行 保安局局官員 要求一個直接對話的機會 去反映訴求 李家超是沒有任何回應 都是不斷掉頭走的 所以我想無論是 第一 可否確保在港人士 在大陸獲得公平審訊 第二 其實台灣都不接受現在的修例方案 其實就算修了例之後 到底能不能夠確保 而交到陳同佳 都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現在強行修例 根本都是解決不了問題 現在是這個要求 今天我們參加 especialmente 我們參加其全意的羅備 政府和應徒 對聯盟去法案 我們建議 我們建議 政府認為 對法案的法案 一切參加 公公主義 他們要認可 那些入口法 為香港更認可 但我們主義的無論 政府 全是法案 裏免法案 全是法案 我們建議 我們建議 讓人們知道 那些法律的權力 在政府部門的權力 無論是抗議或是逮捕 他們的示範 只希望我們給政府官員 但是在前一星期 我們就知道 政府官員把我們的請求 保持在靜止 並不回應我們的請求 堵塞了政總装大堂 如果自己的說話是否要成功堵塞政府總部的大堂 你沒有50人100人都是難以成事 今日香港眾志的示威人士只有9個人 保安多了我們三四倍 市民現在不是你想不想堵塞的問題 而是客觀上行動的人數根本不足以構成 任何堵塞政府總部入口的可能 我會問的問題是 鄭若驊請願的時候拒絕接收這個信件 去到李家超我們要求直接對話 他不作任何回覆一言不發 然後他的隨行官員在我們多番要求 進行直接對話的時候 也都沒有作任何回應 才令到我們今天選擇有這個行動 既然鄭若驊不收請願信 李家超又不願意作任何的直接對話 我們直接去到政府總部的大堂 是去遞交我們的請願信 而我們強調 我們不是想一個前線的職員去收信 因為其實逃犯條例與他本人無關的 我們很希望的 只是政府官員 是去展現他們願意聽不同的聲音 既然李家超局長聲稱 根本未有最終定案的時候 為什麼一些的反對聲音 他都是完全沒有聆聽到呢 我希望六點前的示威者來不來 他們應該到時候 我們會安排香港勇志的主席林朗彥 以及被男性保安冒犯那位女性示威者 我們都會看他會不會在鏡頭前 接受記者訪問的 麻煩了 是 不好意思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女性就是這個 好 麻煩你